好除了以上这些几个广告之外呢 我们还有这个可以做注销活动 那做促销活动呢 也是可以很快的帮我们充这个销料 然后把这个listing做上去 但是在amazon上面参加活动呢 它是会有这个条件有要求的 这边待会就会给大家看一看 每种这个促销活动它都要怎么做 然后呢他们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好首先呢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个deal of the day 这个deal of the day呢就是整体折扣量是最大的一个 整体折扣量是这个折扣要求是最大的一个活动了 然后呢它会出现在每天这个today's deal这个地方 然后today's deal呢它会 就如果你是pc端的话 可以看看 它给的这个流量入口的位置是特别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一进来首页 然后最上面这个地方 然后最上面这个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他会直接把今天就是比较好的这个整体销量比较好的这个商品 然后还有就是降价比较好的这种商品呢 他就会抓一个上来 然后放在这个主页的这个地方 所以它的整体曝光量是特别好的 但是啊它这个要求也是特别高的 可以看到 这是其他的今天的这个deal of the day 如果大家想要做这个deal of the day呢 它这个整体的这个活动运营时间 最低要24个小时 而且呢它这个折扣的话 最低呢都要8折 所以经常会看到啊 deal of the day有这个像5折啊 6折啊7折啊 就甚至更低的这种产品出现 但是您像最低的话 它都要20% off 所以大家就是在产品定价的时候 你必须要注意一点 就是你不要 就是如果产品定价过高的话 啊那可能这个对 这个一开始打开这个市场 会比较困难 因为这个产品定价过高 然后大家可能会买 那同样的话呢 你也可以啊 就是同样的话呢 如果你产品定价过低的话 你想要做促销的话 你就没有这个空间 啊去给你自己的这个产品做折扣了 所以啊 产品定价的时候 记得把这个 如果你是以后 就是为了这个长远发展考虑的话 记得把折扣给算上去 然后啊 你如果是原先是 打这个20块钱的 然后你就20块钱除以0.8 然后这个价格翻一翻 好 然后还有就是相关的这个申请的资格 像这个啊 这个产品要求至少是5条以上的评论 然后呢 产品这个评分啊 必须至少私心 然后你要符合这个prime的要求 像prime的话呢 啊 你可以是这个FBA啊 然后 你这个FBA FBM 然后还有SFP 这三种运送方式都可以的 然后呢 就是你这个ASIN已经有销售历史了 如果你是一个完全的新的ASIN 然后你去做这个 打这个 优惠的话 它是不允许的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buybox 你必须要有这个buybox资格 啊 然后你才可以拿到这 就是开这个活动 然后这边给大家啊 插一个小小题块 哇哈 啊 大家很多人就是很不喜欢更卖 就是因为呢 啊 像这个广告的话 是有buybox的人 他才可以打的 然后呢钱呢 也是从这个buybox的人 这个手里去扣的 所以呢 如果啊 像跟卖的人呢 他因为是蹭的这个listing 啊 所以如果呢 他就是在这个广告期间 然后拿到流量 然后最终这个买家成家 是在这个跟卖的人的那个手里呢 啊 这个抢到buybox 就是给广告费的这个人 他就很亏啊 所以呢 大家啊 就是能做这个品牌的话 还是做品牌会比较好啊 做一个品牌被按 然后啊 确保你这个做广告啊 什么的时候 他都不会有跟卖的人 然后来这边捣乱 好啊 然后下面是 费用上呢 这个是免费的 他不收钱 啊 然后还有就是 他可以很好的帮助这个品牌 去提高这个影响力啊 什么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下一个优惠 然后这个优惠也是 挺大的一个这个折扣了 啊 他是 就是在这个 每年10月份啊 他会有一个prime date 然后那个时候呢 他会有一个就是 prime exclusive discount 就是专门给这个prime 会圆开的这个 这些折扣 然后像这种折扣呢 你是一般就是要求 最低一个月的时间 就是刚好对应他这个 amazon每年 做prime date的这个时间 啊 然后最低要求呢 是九折啊 啊 往下走 就10% 这个10% off以上 那这个跟上一个比呢 相对而言 他就是啊 要求的资格 没有那么严了 啊 只要五条以上的商品 五条评论以上的商品 然后你这个平均评分 有三星就可以了 那这个三星是说的这个 啊 就是你的评论比较少的时候啊 像你的评论比较多的话 一般都是要3.5星期的 啊 然后可以接受的配送方式呢 是你FBA也可以 SFP也可以 啊 至于这个啊 prime date是可以 就是吃不开给这个FBM的 这个卖家的 因为prime date的话 他都是那个 amazon的那个会员 然后全都是 啊 直接可以 全都是做的那个 amazon两天便宜费的 那个权限的 所以的话全都是要从amazon那边去出货 然后还有这个prime的啊 这个prime deal的话 也是不用收钱的 然后下一种呢 优惠方式呢 就是我们可以开这个coupon 像coupon的话呢 用的是很频繁了 啊 coupon的话 你可以就是固定减多少钱啊 比如说你减了五块钱 十块钱的 然后你也可以用这个百分比这样子去减 然后运行时间的一般是这个 你开这个coupon的话 一定要啊 一到九十天 然后呢 啊 这如果你是要做coupon 最好要提前的去创作 更见你的这个活动 啊 因为呢 它是有一个审核期的 就是最快的是六个小时 啊 但是一般呢 都会提醒大家 就是起码提前两个工作日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如果你是要coupon的话呢 他有的时候是没得coupon的 就如果你是这个活动啊 开始就是前24个小时之内 然后他就会锁死了 然后你后面就没有办法去coupon 所以你必须要提前就是至少244就是25个小时 然后你要去做任何更改的话你才能改 所以如果你是开始做活动的话 排好你自己的时间 预留最好两天时间 然后嗯 就是发现任何错误的话 就可以让你更好去做调整 然后coupon的话呢 他相对的这个折扣 要求没有这么高 他只要95折起就可以了 但是呢 但是呢因为他这个相对应的折扣要求没有那么高 所以每次他们就是用户去兑换啊 这个优惠券的话 他是要收这个六毛钱的 就一张卷就六毛钱 大家就是这边要跟大家提的一个概念就是他的领券跟这个兑换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比如说现在来到Amazon随便找一个吧 coupon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领券的coupon了 然后领券的话呢 是你是可以随便领的 比如说这个coupon 然后我就领了 领的话呢 是不花钱的 这个就是卖家那边他是不会扣钱 也不会扣你六毛钱 但是如果呢他是 如果现在购买了 然后这个卷呢就算兑换成功 那兑换的话他是会花钱的 就是那个时候结账的时候他就会扣你这个六毛钱了 然后这个待会我们会跟大家说这个怎么创建这个coupon吧 但是你整体如果你做coupon的话你得留一个预算在那边 让他可以 让他可以有这个兑换的这个费可以扣 然后他扣到这个80%之后他就会不会再扣这个钱了 然后剩下的钱都他就会锁在那边 具体的话就待会再跟大家说 然后如果你是要做coupon的话也是五条评论以上 然后这个评分的话就三星就 三星以上 然后呢他要这个prime的要求符合prime要求 然后也是有销售记录的 然后像coupon的话是三种这个配送方法都是可以的 好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表啊 不知道他有没有更新 OK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 这个软件叫camel camel camel 然后 大家可以打开这个网站 具体用法就是你把这个 产品输进去 比如说你把那个url 然后还有这个 关键词输进去 你点搜索他就会抓这个 历史价格给你看 然后像这个呢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产品的历史价格 他一直都是在40块钱 然后突然涨到了46块钱 这个不是因为他真的涨价 这个是因为 像很多厂家的话 他在做优惠之前呢 他会先虚 虚假的涨一波价 比如说他就是原价40块钱东西 他就涨到46块钱 然后他再给你一个6块钱的coupon 然后把它砍回40块钱 很多厂家都是这样子操作 但是这样子呢 他就是 可以以他这个原本的价格卖出的同时呢 他又可以拿到 这个相对应的曝光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个 好下一个呢 这个叫lightning deuce 然后他呢 这会这个给后台看比较好 OK 你想看lightning deuce的话你就可以进到这个deal store 这个 就扣这个店 然后进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左手边有这个deal type 然后有deal of the day lightning deuce 然后saving and sales 然后coupon 然后prime 那这几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流量入口 我们找到这个lightning deuce 也就是秒杀 像秒杀的话呢 这个折扣方式 他就是说他会限定一段时间 然后在这个时间内呢 他会 给出一定数量的货 然后让大家去抢 然后他是 但是如果你这个时间到之前呢 这货就抢完的话呢 啊那么 他就会 比如说像这种 啊这个deal 然后可能他设置了可能就12个小时什么的 然后他就提前抢完了 然后 剩下的货呢 剩下的货呢就没有办法以这个25块钱的这个价格买到了 啊然后这个用户呢就可以就 join waitlist然后去排队 然后看有没有去cancel order然后就可以补上去买这个货 然后一般来说呢就是 你在限时 这个时间内然后给出一定数量的货然后这个用户去抢 这样子 然后如果你想做lending deal的话呢 你可以后台设置一般就4到12个小时 啊然后还有就是折扣要求的话就是 啊最低85折 然后lending deals这个东西呢它是会根据 不同的时段然后曝光然后还有你就究竟成交多少件 然后来算你这个总的一个花费的 啊 给大家参考一下就是 一般开6个小时的lending deals就花的话大概是150块钱左右 美金 然后这边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刚刚给大家说的这种所有的这个 啊 就是优惠方式像什么 Deal of the day 然后lending deals 什么7 days deal 然后coupons啊这些 啊大家 大家最好错开这个优惠时段 设置 因为amazon的话它是可以叠加优惠的 如果你都设置在一个时段的话可能这个 优惠叠加起来就是啊 这个非常恐怖了 所以如果你设置的话 最好一次只设置完一个这个 只设置 一种的 优惠方式 不要 不要全都挤到一个时段里面去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开这个 社交媒体的这种推广码 因为如果大家是有跟这个 网红合作啊 或者说你有 考虑用这个amazon的social program 就是说亚马逊的那个 流量 就是说 比如说有些网站 然后他流量很大 然后他就可以挂你这个 亚马逊的产品上去 像这样 他就是这样一个项目啊 如果你有用这样一个项目 然后或者说你自己有这个相对应的社交媒体 网站 然后你就可以 开这个social media promo code 然后去 做一个专门的这个优惠嘛 然后去做一个粉丝优惠啊什么的 然后这个优惠待会跟大家 说 好呢我们可以设置这种 满意送意的这样一个优惠啊 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满意送意的话 看的不太多 除了之外呢还有这个7 days due 7 days due这个东西呢 它还是个试验品啊 所以啊 现阶段的话不太推荐 然后他跟这个刚刚说这个秒杀这个 优惠特别像 他就是一个家常版的秒杀 像9 days due 秒杀的话 他是4到12个小时嘛 那7 days due呢 他就是7到14天 啊 而且呢因为 但是呢他是这个 刚推出没多久的 他是19年才推出 然后 一直都好像在 还在这个测试阶段 而且呢 他是不是说你自己去申请 就可以开这个7 days due了 他是亚马逊后台那边 啊他会 挑一些卖家出来 然后开放这个测试资格 而且他现在也没有这个单独的流量入口 啊 总体来说就我还是属于一个试验品吧 啊但是总 他的价格就是 可能平台下会 比那天就便宜一点点 然后7天是300块钱 这样子 大家对这个有一个 稍微的了解就可以了 那除了这个 以上的这些 游会方式呢 Amazon他自己本身 在有些站点还会有一些特殊的活动 比如说像日本站的话 他可以提供积分 那日本站的积分的话就是 啊一个积分就是一块钱 啊这个一个日元 至于是日元啊 就 不是不是美金不是价币 啊他是一个积分 一个日元 然后他可以直接当那个 可以直接当钱用的 然后你再次下单的时候 他就直接扣掉 相对于的这个金额 然后还有呢就是 啊两个比较 啊有意思的地方 他叫这个 Amazon Amazon 是这个 美国那边的一个 啊 一个分开的一个分区 然后Amazon 那里面会卖各种的 啊 就是说 就清仓的货 啊清仓的货呢 你可以 比如说你手头如果有清仓的货呢 你是可以去跟Amazon那边的 人申请 然后去上这个Amazon 这个地方 然后加拿大这边呢也是啊 有个东西 有个东西叫这个Amazon Warehouse 啊 这个Amazon Warehouse 的话呢 他有时候 他的这个流量入口 他会stay到上面 虽然他是有时候会放下来 啊 这些都是随机性的 but anyway 啊 像这个 Warehouse Dew的话 他就 你们会包含所有已经开箱的产品 然后还有一些 啊 用过的产品啊 然后还有一些 二手产品 然后呢 如果你要想上这个Warehouse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个产品寄给Amazon 然后他会对于产品的整个状态进行个评估 然后他会啊 就评估完之后呢 他给你报价 然后上到这个 sorry 就是你给那个Amazon报价 然后啊 Amazon他会给一个建议的折扣架 然后啊 就是在上架这个Warehouse的这个地方 如果你是有大量产品 然后需要清仓的话 这两个啊 Outlet 然后还有Warehouse 这样的地方 你都可以考虑一下 好 然后这边呢 就是给大家啊 包括了这样一个宣传的这个日历 然后这个日历上面呢 就包含了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啊 节日啊 有那些我们可以做宣传的事情 然后他也是有按国家分开的 如果是像一些国家特定的节日 他也是有过期给大家分开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日历 然后去做相对应的这个 比如说你要做季节性的商品 像情人节的商品呢 你就可以啊 看这个日历 然后提前大概两个月时间 然后去准备相应的货物 然后呢 大家也可以根据这个日历 到social media上面去啊 进行相关的搜索 啊 sorry 进行相关的这个推广 比如说像这个super bowl sunday 大家可以就是啊 做那个hashtag super bowl 什么with 就你的品牌名字 然后啊 让用户去发相关的一些内容 去蹭一下热点这样子啊 大家可以就是开发多种用法 对这个日历的话